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十年之久的换代制作 全新的欧兰德第四代是终于来了 那这款车呢在之前的成都车展上也有亮相 新车呢在开启盲定后的三十个小时哈 就突破了上万的订单 也可以看出大众对大家的一个喜爱度 这款车呢一共推出有七个版本 四款两驱以及三款四驱版 并且呢还有五座和七座可以给我们选择 这款车呢售价是在15.98到22.98万之间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到底做出了哪些改变 其实呢可以看到整个外观哈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跟老款有很大的区别 整个外观呢在硬朗大气的同时呢又更加精致了 首先是这个C字型的镀格装饰条更加亮眼 而且呢上方是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锁 其实中网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它是取消以往两个初状的装饰条 把它换成了这种三个分段式的细长的装饰条 并且中网的尺寸更大了 看起来会更加的大气 而且具有时尚感 虽然侧面呢 20层的轮胎呢在同级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而且255的胎宽能够在我们行驶过程中 有更长的抓地力 行驶更加稳健 尾部呢它是采用了分体式的尾灯啊 整体造型看起来相比于前人来说更加简洁 没有太多的亮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车内看看它到底还有哪些改变 相比于老款来说 整个新款车型的内饰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更加具有科技感 而且更加年轻化时尚了 首先它整个内饰是采用的中控水平轴一体化的设计 中控屏呢 它是采用了12.3英寸的悬浮式液晶显示屏 整个尺寸来说 我觉得相比于这么大的车身啊 有点稍嫌少了 而且它的屏幕显示基本上都是这种灰色颜色为主 而且功能比较少 就比较复古很有年代感 如果它能够向我们国产品牌的车型来靠拢 提升一下车机 我觉得这款车呢会更加具有竞争力 此外呢 这款车它是有10.8英寸的HUD抬头显示的 并且呢 这款车它还有换挡拨片 在我们形式起来会更加自若 此外呢车内非常具有质感 甚至有一丝丝的豪华气息 比如说坐椅处以及门板处 它都是采用这种菱形的软性材质包裹 上面还有菱形的纹路嘛 看起来非常的具有品质感 而且摸起来也是非常的厚实的 很多接触到的地方 它都是采用软性的皮质来包裹 可以给你一种很强的豪华气息 新色轴距呢 相比于老款会更长一些 所以坐进二排 整个空间会稍显宽敞一点 它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进行这种前后移动的 包括像座椅的 它的靠背角度也是可以进行调节 所以在第二排的空间的灵活性上会更强 我们现在是进入第三排了 刚刚进来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第三排我觉得就只适合小朋友来临时乘坐 因为可以看到我整个腿部 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有支撑性可言 都是悬空的 包括我头顶上方也没有什么剩余 如果我再高一点就会顶住了 那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嘛 我坐起来都是这个表现 何况是更高的一些男性和女性来说 包括座椅承受起来也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第三排它只能作为 临时的应期使用来乘坐一下 不过呢 第三排当翻折下来之后 它的后备箱的空间是非常平整的 而且能够拓宽我们后备箱的装载和储物能力 这辆车呢 在动力系统方面和老款也是完全不同 它是搭载1.5T的涡轮加放机 匹配CVT的变速箱 数据方面哈 最大功率呢是158千瓦 最大扭矩是280牛米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它这个1.5T相比于以往2.0升 或者2.4升来说 会不会在动力上有所下降 其实呢光是从我刚刚讲的这个功率以及扭矩来看 它的动力并不少 而且呢它还配备有4.8V的氢魂系统 可以为发动机提供这个动力辅助 当我们行使起来会有更加良好的燃油经济性表现 同时呢在动力响应上也会更加直接 而且它有6种驾驶模式嘛 能够满足我们城市道路的使用 包括像我们出去旅游 走一些山路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整体看下来呢 这款车它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以及动力方面都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感觉是完全的一款新车哈 而且呢像城市SUV嘛 其实作为一款家用车来说 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空间方面 这款车呢 它的空间相比于丰田的run4 以及本田的CRV都更加大一些 更具优势 而且作为一款城市SUV 它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小眼下都可以 所以既能够满足我们的柴米油盐酱出产 又能够带我们体验适合远方